X2正与Y负都具有18个电子以及20个中指 有关于SY两元素叙述何者正确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质量数与原子序相关内容 质量数A也就是质指数加上中指数 原子序Z也就是质指数 又等于中心原子核外的电子数 而中指数则是A-Z 对于X2正而言 2正它少掉两个电子 它的电子数为18个 因此就可以知道是原本的电子数少掉两个之后 等于18个电子 所以对它而言原子序就等于18加2等于20 然而它的质量数就等于原子序20 再加上中指数20个中指 也就是20个等于40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S的原子序为20 质量数为40 同理Y-1电子序18 然而-1表示多得了一个电子 也就是原子序多得了一个电子 等于18个电子 表示原子序Z等于17 然而质量数就等于原子序17加上中指数也就是20 等于37 因此Y元素则是原子序17 质量数为37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X质量数为38 就不对了 正确为40 B选项 绿17 35为Y的同位数 我们来看一下Y Y的原子序为17 质量数为37 然而同位数是指原子序相同 而质量数不同 因此B选项是正确的 而C选项 X2正与Y质为同位数的异形体 那也不对 因为两个原子序不一样 表示两个为不同元素 而D选项 X与Y具有相同质数也不对 X的原子序为20 所以指数有20个 Y原子序17 指数有17个 也不相追 指数不相同 因此答案为 B选项正确 B选项正确 B选项正确